好 緊接著說到臺灣本土疫情 嘉玲又要再度回歸 讓大家精神不斷的振奮 但是到底什麼時候 這邊境才可以正式要解封呢 事實上指揮中心要告訴你的是 第三期的疫苗覆蓋率恐怕越高會越好 甚至避免步上香港的後塵 同時間我們說到 這入境簡易天數將會朝向753規劃 是否5月份就有機會縮短成為5天 那現在指揮中心還沒有鬆口 我們今天臨本土病例 但是有三十九例的境外移入了病例 十五號本土嘉玲回歸讓人開心 但感染源帶離親的五分埔女店員 匡列接觸者包括五名同住家人等 共三十人採檢都陰性 剩下夜市小吃攤六個人還在檢驗中 本土疫情降溫 邊境開放時機再度引發討論 入境簡易天數朝向753規劃 是否5月就可以讓入境簡易天數 縮短為5天 陳時中依然沒有鬆口 只強調先觀察一個月 再確定何時啟動下一步討論 至於第三劑疫苗覆蓋率 需要達到幾成 邊境才有機會解封 其實根據國外經驗就是越多越好 開放的時候那當然是不希望有比較大的疫情 那即使有發生的疫情 那不希望會造成這個比較多的死亡 從香港來看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 超過六成才會導致疫情嚴重 邊境開放也要省慎以對 以免成為下一個香港 記者綜合報導 台灣 Ashe 選擇 總統 雲